另外再带你来看到是新北市卫生局 从今年开始将全市的产后护理之家 划分成三区 要个别的来举办这个消防演练 这将有别于以往一年一次 好像这个大败败的大规模示范 而且产后护理之家收的是产妇跟新生儿 若说遭遇重大火灾的时候 更需要协助 因此这个个别的消防演练 更能够确保他们的平安 有别于以往一年一次 像大败败一样的大规模示范 新北市卫生局从今年开始 首度将全市33家产后护理机构 划分成三区 再个别举办消防观摩演练 而且产后护理之家收住产妇及新生儿 如果遭遇火灾等情形更需要协助 透过演习希望可以确保他们的平安 以卫生局所辖管的这个部分来讲 医院的部分每年都会做相关的演习 包括火灾水灾地震 这个部分不管他是地区医院 医学中心或是一般的这个区医院 都会做相关的演习 那另外再来就是一般的护理之家 一般的护理之家 因为通常都是卧床的老人家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也做相关的演习 另外就是今天的产后护理之家 业者表示由于观摩加速少而且距离又近 比起以往大家在远处透过麦克风讲解演习过程 这次能更贴近实际演练状况 学习更多 那卫生局办理这样的一个 常候物理机构的一个演习 主要的目的事实上就是希望能够在 因为常候物理机构的特性 因为妈妈是刚生产完 也许她没有其他病痛她可以自由的行动 但是新生儿的部分却是没办法自由的活动 所以在希望机构里面 不管他们的同仁 或是他们的警卫 相关的人员都能够熟悉火灾的发生的时候 能够怎么样的应变 这是这次演习的目的 那卫生局今年在三个地方都有做相同的演习 那针对不同的情境做相关的设计 也邀请机构 辖内的33家的机构的同仁都来做相关的观摩 期许他们回去之后 能够就自己机构里面的特性 做相关的修正 来符合自己的机构的一个火灾应变 卫生局表示 今年演习特别该以分区小班制的演练方式 目的在让参加演习观摩的业者 能近距离观察示范机构的应变作为 并透过专家委员的分解动作 逐项解说 了解火灾发生时适当的作为 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永佳的新闻新庄采访报导 好